从这个月中开始 前来我国的短期访客将可付费 在本地接种冠病疫苗和追加剂 目前这些访客不能在我国的 全国疫苗接种计划下接种疫苗 卫生部发表文告说 从4月中开始 短期访客只需要付费 就能够在本地接种疫苗和追加剂 当局将会在日后公布更多详情 包括费用和参与的医疗供应商 当局鼓励所有符合条件的访客 接种追加剂以获得更好的保护 我国将会从 我国从昨晚11点59分开始 实施疫苗接种旅游的框架 允许所有完成疫苗接种者入境我国 无需再做检测或旅行居家通知 卫生部说 在外国接种疫苗的访客 接种记录不会反映在 全国疫苗接种名册上 他们合力追踪应用的接种状态 将会显示为完成接种为期30天 如果他们的入流超过30天 就需要把接种记录输入 全国疫苗接种名册 则并可以可能要求 接种多几剂的疫苗 以符合我国的疫苗接种要求